好,那看到我上台了,我也戴這個,可是我的嘴巴太小,所以請Iron 戴打 因為我真的沒辦法吞劍,所以我就可能展示一下吞口的 剛才聽說在我才會抽菸的時候,產生了Pearl 跟Ruby 的大戰 那我就來幫Pearl 平反一下 分兩個部份,一個是一般人看到的程式 假設說你們要把一個ABC的字串,然後把一個一個拆開來,然後結成那個Holder 就是ABC的Code,一般你們要把它拆解Foreach,然後把它拆開 Foreach lie,然後把一個一個拆開,然後之後每一個字元再把它印入order 可是在 Perl 裡面你可以很方便的把它變成say order for each split 這是不是非常口語? 是不是非常口語? 據如說在哪裡,快講一下 是不是? 對啊 好,更進一步,它又能變成那麼那麼那麼簡單的 Say order for split 好,那我們可以Live Demo 一下 登登! 這個旁邊好像有點,幫我調一下好不好 幫我調一下,往那邊一點點 對對對,65667吧 大家可以現場驗證一下,看看ABC是甚麼65667 然後,大家看,嘿,66667 然後,這麼簡單的一行程式吧 66667,對吧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就是AL的滑鼠 欸,這個好像有點滑齁 好,我跟你講 一個那個,Event Based 有人在寫Event Based Programming嗎? 任何程式語言,Event Based High Performance的或者是Server 以前都是用Mata Process 或Mata Spread 可是現在都會翻到Event Based 然後它就是非常高校的這樣子 好,那那那,那那,那我不知道怎麼講下去 沒有人寫好 那一般來講Event Based的東西就是 你一個一個寫 然後之後說,好,接到甚麼動作 欸,我滑鼠 接到甚麼動作 然後之後,再設定他的callback 他callback做完一個動作之後 再設定他的callback 然後再設定callback 再設定callback 然後就會有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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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層 多長也不知道在哪去 而且他的結尾就跟顯利斯伯一樣 全部都是後滑 而且尤其是如果說 你現在的 你喜歡用 欸 欸 有個 自動說壞在哪裡 啊,換列 如果說你喜歡說 以前都說72個資源 你要自動換列 你每一行標記超72個資源 所以一旦換列之後 你就會發現 你下面的東西全部變成 欸,這個螢幕好像比較大 好好 後面變成亂七八糟 全部都收牌 要換好 換好 到底有沒有換列 換列 換列 真的換列 好吧 他應該是要換列 每一行從這邊換列掉 那後來所以說 我知道這種東西 會讓人很煩 所以說我就寫了一個東西叫做 Event Based Any Event Callback Stake 讓你可以以後寫一個Based的東西 不用再忍受一大堆的Callback 然後你可以非常非常方便的說 好,我要Start 然後把Argument Pass進去 然後Add一個Callback Stake 進它Stake 然後你同時也可以把很多的動作 Grouping起來 然後在設定說 好,結束的時候 Pass 你要Pass的這些Variable 到Next 叫Stake 然後之後再一個一個加一個一個加一個 加一個一個加一個 加一個一個加一個 就變成非常非常直接 Procedure Programming的那種模式 有沒有覺得很厲害 據我說 對 有沒有覺得很厲害 你們覺得很棒很方便 對 對 好 那他剩半分鐘 好 我今天吞口 吞口 他就這樣 那如果說 對 好像Josh Grid也有類似的東西 可是我不知道 Python啊 Ruby啊 Ruby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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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by有嗎